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书 这是日本作家岸剑一郎 他的一本新书 在就近出版公司出版 新书的标题叫做 为爱彷徨的勇气 副标题是阿德勒的幸福方法论 我想对于一些读者 岸剑一郎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因为至少就算你没有听过 这个作者或你听到 这个作者的名字不是那么熟悉 我只要讲 他过去在台湾曾经出版过的书 这本书的书名 大概你就有印象了 他的很重要的一本书 大畅销书 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大概还有另外一本 是《被讨厌的勇气》 二部曲完结篇 这《被讨厌的勇气》 在前年是全台湾 书室当中最畅销的一本书 岸年一郎的这个书 会变成大畅销书 有一部分让我们会觉得 有点意外 为什么呢 他的正式的身份 是一个哲学家 而且他的哲学专业的领域上面 是西洋古代哲学 特别是专攻柏拉图的哲学 西洋的希腊 雅典 柏拉图 跟现代社会 哲学 感觉到有这么大的距离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哲学家 写的书呢 竟然会变成畅销书 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是蛮令人意外的 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所写的《被讨厌的勇气》 到这一次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为爱彷徨的勇气》 他的理论的根底 都来自于另外的 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 精神分析阿德勒 这个感觉上 也是那么样的遥远 好像都是在讲一些 我们听不懂的理论的话的人 藉由对于 从1989年开始 研究阿德勒心理学 安建一览 后来呢 就变成了日本阿德勒心理学会的 认证的资相师跟顾问 看不管是柏拉图 或者是阿德勒 这感觉上 都跟我们的现实生活 不太容易扯上直接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安建一郎 他的书会畅销 是很令人意外的 不过换另外一个角度 那安建一郎的书会畅销 坦白说 并不那么样的 真正那么样的偶然 或真正那么样的意外 那就是因为他从 阿德勒的心理学 所得到的 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如果我们稍微 更深入一点的了解 阿德勒的心理学 究竟在讲什么 以及安建一郎 他从阿德勒的心理学里面 他学到了什么 他基础学了些什么 或许我们就能够更了解 为什么安建一郎的书 那么容易读 或那么吸引人 阿德勒 他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学者 所谓第一代 意味着他在年纪上面 跟弗洛伊德 也就是精神分析的创建者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 而且他是等于最早 就接受了了解了 弗洛伊德 所开创出来的 精神分析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 加入了在维也纳 弗洛伊德 所成立的精神分析的协会 一度阿德勒 在精神分析协会上面 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协会 有过很重要的角色跟地位 可是不久之后 他就跟弗洛伊德 越行越远 对于弗洛伊德 关于人的潜意识 关于人的精神结构的 许多的看法 最重要最根源的 是认为 所有的人的精神问题 来自于性压抑 这件事情上面 阿德勒无法接受 弗洛伊德的看法 而弗洛伊德又非常非常坚持 如果不叹触到压抑 尤其是对于性欲的压抑的话 那精神分析的整套理论 是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如果不接受性压抑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 这就是对于 不只是对他自己 而且是对于精神分析的 最彻底的背叛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阿德勒 黯然的跟弗洛伊德分手 不过弗洛伊德所提出来的 对于精神结构的许多理论 仍然影响了阿德勒 只不过阿德勒 他把这样的一种 对于人的精神的认识 移到弗洛伊德 没有兴趣的别的方向去 移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 阿德勒 毕生他所关注的 他所想要教的 就是我们如何作为一个个体 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之后 我们必须要 关键的是 努力学习 融入在团体里面 变成在团体里面 能够跟别人相处更进一步的 让别人来丰富我们的生命 同时去丰富别人生命的一个 有意义的生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阿德勒在意的最重要的 那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无法融入团体 当我们跟团体之间 有任何的距离 甚至有的冲突 有的挫折 它的根源在于哪里 所以阿德勒 他的这一整套心理学 跟他的精神分析 其中核心要处理 要解决的 就是人际关系 在这一点上面 阿德勒 他的书出版到 产生有影响的 原来是20世纪的初期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阿德勒跟阿德勒的 他的理论 不受到重视 被忽略 被遗忘了 然而 到了20世纪末 尤其是非常奇特 这是阿德勒 没有去过 阿德勒应该 也没有任何的概念的地方 在日本 阿德勒的理论 却被复活了 这从历史的渊源 跟变化上面来看 我们是可以清楚的解释 一个就是 到了20世纪末 进入到21世纪 人际关系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 更进一步的 到了90年代 网绩网络的发达 然后到后来 21世纪 整个彻底改造了 人的生活 我们活在网络的世界里 而我们活在网络的世界里面 网络的两个 彻底改造世界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我们活在知识 跟资讯的网络上 网络上 这是最早 www 网绩网络 出现的时候 所产生的最大的效果 突然之间 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知识 跟讯息的壁垒 我们可以随时 上了网络之后 我们就知道 远方有些什么样的人 在讨论 些什么样的事情 在发生什么事情 新闻 资讯 它就不再有了 这个壁垒 因而网络网络帮我们 让我们加入 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网络上面 不过这样的一个网络网络 所产生的冲击 它还有后面的 second chapter 这个second chapter 到今天 芳心为爱 我们都活在 这个网络网络的下半场的影像当中 这下半场 就是出现了社交软体 社交软体 然后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 网络网络的意义 是让我们随时都在 无缘佛机的人际关系里面 所以网络网络用这种方法 把人重新组够 人任何时候都再也脱不开 人际关系 一来是人际关系的数量 大幅的增加 我们以前 我们每一天能够见到的人 即使你有了电话 你电话上面 你能通话的人 其实是数得出来的 但是今天 你在你自己的脸书上面 你从你的脸书 所周到的讯息 你从你的Messenger 你从你的LINE 你从你的WeChat 你所能够接触到的 各种不同的群组 各个不同的人 你根本完全生亡不出来 而且这些人什么时候会出现 什么时候会传讯息给你 你完全无法预期 所以突然之间 我们的整个人际关系的网络 大幅的扩张 而且这个扩张变成了一个 不确定性的扩张 另外我们花在人际关系上的时间 也就越来越多 这就从每一个人 现在对于自己的手机的依赖度上面 你也就可以清楚的看得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跟时代的巨大的变化 变化就使得 人际关系 人际网络 它的意义 跟它所存在的方式 这个时候彻底改变了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而这样的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在不同的社会里面 它会被用不一样的方式感受 在日本 日本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 人际奋际的一个社会 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都有很多很多的礼仪 都有很多的规范 所以像日本这样的一个社会 当铺天盖地的人际关系的 大改造大革命来的时候 他们是格外的彷徨的 在那样的情形底下 突然之间 过去传统的固定的 人际关系的规范 这个时候都不适用了 或者是新称出了许许多多 过去没有办法处理 过去的规范 没有办法涵盖 没有办法处理的 这些人际的状态 所以人当然会需要指南 为什么这个时候 阿德勒会在日本 被重新发掘 乃至于重新诠释 跟重新学习 这就是因为 阿德勒很根本的 帮助大家 回到人际关系的 心理的根源上 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在我们的心理里面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对待来处理人际关系 这本来就是阿德勒 在他的精神分析上面 非常重要的长处 阿德勒的精神心理学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 很核心的概念 就是自卑或者是自卑感 你听你也就知道 自卑不是一个人 对自己的态度 自卑一定牵涉到 跟别人之间的 包括跟别人之间对待 以及跟别人之间的比较 所以从自卑感出发 阿德勒非常尖锐 而且非常完整的 去处理去看待 我们究竟跟别人之间 如何发生关系 更进一步 阿德勒有这样的耐心 他也有这种洞见 教我们应该要 用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原则 跟别人发生关系 案件一郎 非常聪明的 从阿德勒那里 消化了大批的这种指导 写成了他的书 因而让他的书 先是在日本 接下来在台湾 都变成了畅销书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见台北的声音 住在FM93.1 AM1134 大家好 我是黄春明 台北广播电台 北台湾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原住民频道 听见台北的声音 台北 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 是就近出版公司所出版的 《案件一郎》的新书 中文翻译本刚刚出版 标题叫做《为爱彷徨的勇气》 阿德勒的幸福方法论 在书里面 从阿德勒的心理学 延续着阿德勒心理学的 基本的概念跟基本的想法 《案件一郎》明白的说 恋爱是一种人际关系 是从普遍的人际关系的角度跟立场 来看待恋爱这件事 而且恋爱跟其他的人际关系 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由思考恋爱的问题 进而学习如何建立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关系 然后他就说 他经常想起 阿德勒艾德勒的这些小插曲 一个小插曲 什么样的小插曲 他说阿德勒晚年的时候 他把他的活动据点移往美国 他原来是一个德国人 他原来是一个说德语的 在奥地利·威尔纳长大的一个人 然后他到了美国之后 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工作 但没有多久 他就越来越受欢迎 发展成为他一天 要演讲好几场的情况 那阿德勒就说 他演讲经当中 后面当然会接受提问 接受提问的时候 最常发生的问题 都是关于恋爱的问题 那个时候的阿德勒 已经超过60岁 但对他提出恋爱相关问题的人 竟然还那么多 这件事情当然让案件一郎了 玩耳一笑 他就要特别提 他就说 那我们可以想象 那一定是因为阿德勒的本人 跟我们现在从照片上面看到的形象不一样 他一定是说话的时候 面对笑容和蔼可敬 不然你怎么能够想象 如果他是一个道貌岸然 然后非常严肃的一个60岁的老先生 谁会去问他恋爱的相关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他就讲到说 他觉得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安慰 因为他面对那些18、9岁 他在护理学校里面教的年轻的学生 年轻的学生还愿意问他 恋爱相关的问题 甚至有的时候呢 学生会丢出 老师应该答不出来的难题 例如说 他的护理学校的学生会问他说 要怎么样才能够跟男朋友分手 不过 他因为觉得 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提出来的问题都非常的诚挚 所以他会认真仔细的回答 而且同时 因为他是阿德勒协会 所认真的諮商师跟顾问 所以他也会具体的从事心理諮商 他就讲了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件事 他说有人来商量 跟我商量恋爱方面的问题 有一天 我具性迷移的跟他说明了 有关恋爱的事情 说完了之后 这个年轻人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感慨 他说 您在人身上 您的人生正常 一定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让案件一郎心头一惊 他当然就回顾回想 他刚刚说 关于恋爱的这一段话 一定就是非常的具体 非常的写实 以至于 这个年轻人会认为说 那一定就是你自己谈过这么多的恋爱 你是用你自己的经验告诉我 你才会有 讲出这么具体 这么可以打动人的话 他就说 也许这也就是一部分 他为什么要写 为爱彷徨的勇气 的这一本书 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恋爱这件事情 不是理论的 是必须具体 只有内容是非常具体的时候 他会打动人 所以如果我单纯讲理论 对 深陷在 爱情恋爱的各种问题 跟困扰里面的人 是没有帮助的 但另外一件事情是 恋爱如果 单纯就只是来自于经验 那 爱情 别人的经验 也不可能帮助你 对你有任何的帮助 别人就是别人的经验 别人的恋爱 跟你什么事 所以恋爱 另外有一件事情 是要回到我们共同心理的底层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他要写这样一本书 他的对恋爱的 许许多多的看法跟理解 不是来自于 他自己人生的经验 很大一部分 他还是要回到 诉诸于他的mentor 虽然这个mentor他没见过 可是透过著作 阿德勒是他真正的导师 所以来自于阿德勒 因为阿德勒 是深探进入到了人的精神结构 从人的心理的底层 去了解爱情跟恋爱 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觉得 他应该要把他自己 能够打动人 让人甚至误以为 来自于他的人生经验的 这些深刻的恋爱的体会 用来教导更多更多的人 他就引用了阿德勒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哪里有书可以教导我们 为爱与婚姻做好准备吗 谈论爱与婚姻的书很多 不论哪一种文学 都会写爱情故事 但是几乎看不到 是讲幸福跟婚姻的书 不幸的爱情故事很多 但是讲婚姻的小说 跟书籍相对的很少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阿德勒有这样一针见血的评论 他说很多时候 是因为读者需要 不幸的爱情故事 读者为什么会需要 不幸的爱情故事呢 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从阿德勒 到案件以朗 就是要提醒我们的 人生最麻烦最麻烦的是 在于人经常有一种 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自卑感 我们对于我们人生 所想要去追求 所想要把握的东西 我们会有一个来自于 各种不同的挫折 所产生的害怕 我们很怕去追求 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追求 那样东西 越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 我们越怕 怕什么 怕追求不到 为什么会还没有追求 就担心追求不到呢 因为我们心里面内在 有那样一种根本性的自卑感 那自卑感更进一步的 就逼着你 又不愿意去面对 自己的这种胆怯 你想追求 但你追求不到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很多时候 你就像是一所一员里面的 那只狐狸 那只狐狸 看着树上 看着挂在藤上的葡萄 那个葡萄已经成熟了 看起来那么好 那么美 他多想吃啊 可是那么高 他吃不到 吃不到 最后 狐狸仍然点点头 离开了这个葡萄架 他为什么能够离开呢 因为他就对自己说 哎呀 季节不对 时候还没到 那个葡萄一定是酸的 反正很难吃 我就走吧 借由阿德勒 案件一郎 就在提醒我们 我们内在 在恋爱这件事情 在爱情上面 我们其实最大最大的阻碍 是我们经常故意 用不幸的爱情故事 来告诉自己说 爱情本来就不可能幸福的 所以用这种方法来阻挡 你原来很希望有爱情有幸福 可是在爱情跟幸福的追求的过程当中 你又觉得自己可能会得不到爱情的好的结果 所以就看了各式各样的不幸的爱情故事 来说服自己说 对爱情跟乃至于婚姿的幸福 其实是不值得我们追求的 这也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案件一郎 他所要试图为我们解答的 还是一样 透过阿德勒 他就说 很关键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人类的 基本的烦恼 全都是 人际关系的烦恼 而 人际关系的烦恼 如果能够解决 我们就可以得到幸福 所以换句话说 人生当中的喜悦或者是幸福 也只能够透过人际关系来获得 因为幸福跟人际关系 有这样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学会了如何爱 如果你明白了爱 你就会知道 幸福其实是可以自己 用自己的方式可以得到的 所以他要点出 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就是 我们很多人 这也是同样来自于自卑的一种逃避 当我们感觉到 我们不能够得到爱情 当我们不能得到幸福的时候 我们经常就说 我没有遇到对的人 所以你觉得 只要你遇到了对的人 你就可以有这样的爱情 你就有幸福 你是在等 或者是实质上 你在往外推 推你的爱情上面的责任 跟你的主动性 你可以追求 你可以去掌握的 所以 岸见一郎 引用了另外一个精神分析学家 弗洛姆告诉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语言里面 叫做掉进到爱情里面 或陷入爱情 这个语言本身是一个误导 让我们总以为 爱情是像是走一走 突然之间掉到一个坑里面去 那样一走 你自己没有办法防备 突如其来的一个经验 因为那样 所以你老是觉得 爱情靠的是外在的许多的条件 其实不是的 爱情 爱是一种能力 如果你不具备爱的能力 那种爱情跟幸福 永远不会掉到你的身上 所以关键的问题 不在于爱上谁 是如何去爱人 也就是重点是在于 爱的方法 而不是被爱的方法 你不能一直在那里等着 别人来爱你 阿德勒以及 岸见一郎 就是要用爱需要努力 这个最基本的观念 接下来要铺陈 那如果爱是可以 由我们的努力 来予以追求 来予以改变的话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应该要学习的 这就是为爱彷徨的勇气 他跟阿德勒的精神分析学 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所采取的态度 所以什么样的人 应该来读这本书 是你还相不相信 爱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 如果你愿意相信 那或许你就应该来看一下 岸见一郎 借由阿德勒的心理学 给了你一些 什么样的指引 跟什么样的提示 这本书 为爱彷徨的勇气 介绍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明年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